谈完了健康能不能储存 接下来要谈的是疾病能不能预测 这名好莱坞隐心安杰莉娜求利 因为接受基因检测 发现有两个抗癌基因异常 因此在还没有离癌的情况之下 先是切除了乳房 最近又摘除卵巢和书卵管 但是预知疾病跟算命一样 对于人们来说 究竟是能够积极预防还是庸人自扰 答案因人而异 马小姐你好 今天答案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要做基因塞检 马小姐是乳癌确诊病例 经过治疗已经康复 但家族有两人先后发病 担心基因出了问题 传给下一代 她怀抱着忐忑心情 决定做基因检测 这边会有一个 牛膜瓜棒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会在你的口腔的两侧 各采集八次 不好意思喔 会脸不太舒服 从口腔黏膜收集检体 人体的基因密码就藏在这里 送进实验室解开身体奥秘 镜头直集造价上亿的基因体实验室 研究员萃取出DNA 经过质量确认 再透过仪器件库 接下来DNA借由晶片反应开始定序 目的是解开体内的基因序列 我们这台机器就是可以非常大量的知道 非常广泛的DNA资料 就等于是把你DNA解码出来的概念 对 是 哪段基因出了差错 经过比对分析 通通现行 一个简单的DNA 叫它可以定序出来 它的过程是非常复杂 非常久的 但它不是只有几个步骤就完成 从检验到报告出炉 经过三个礼拜煎熬 马小姐重回医院 试福试祸 即将揭晓 好险好险 马小姐排除基因缺陷 研判是后天因素 罹患乳癌 家族子女 终于不用再担心 体内基因藏着胃爆蛋 这样的结果虽然值得庆幸 但假设真的被验出 带有遗传性的乳癌基因缺陷 会不会造成更大的心理冲击 安杰丽娜求利 她自己也有两个亲生女儿 所以妈妈自己在世界媒体 纽约时报上面 公开表露自己有乳癌基因 那一般人就可以知道说 她女儿有50%肌力 有乳癌基因 那是伤害了女儿的基因隐私权 那为她的女儿嫁不出去怎么办呢 好莱坞致名隐心安杰丽娜求利 先切双乳再摘卵巢 全球媒体正向报道 她的妈妈跟她的外祖母 都是得到乳癌跟卵巢癌过世 所以其实她很早就知道说 有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基因的突变 安杰丽娜求利 透过基因检测 发现体内两个抗癌基因 BRCA1 BRCA2 出现变异点 推测有87%的几率罹患乳癌 50%几率得到卵巢癌 因此她在2013年决定 预防性的切除乳房 2015年摘除卵巢 输卵管 安杰丽娜求利 做出这个大胆决定 但真的 有必要还没发病前 就先切除吗 以台湾来讲 我想应该凤熟民情的不同 还有保险制度的不同 还有病人对这样提早把东西切掉 然后重建的一些想法概念 还有医生上面本身也有很多的争议 我想在台湾可能 勇于这样做的人是非常的少 切不切还有争议 如果不切 是否就得活在阴影下 除了担心还能做什么 医生建议可以提早启动 定期乳房X光 核磁共振检查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癌症 心血管疾病 肥胖基因等等 透过基因检测 通通都可以量化 变成数据 不用求神问谱 就能把一辈子可能发生的病痛 白纸黑字写出来 后后一本书每个病症清楚标示发病几率 医生在根据资料提出后续的医疗建议 我们告诉受检者说 OK你的基因的information是这样 那透过医疗人员他们的专业 去评估之后 建议他在医疗上 或者是在生活上 有什么样的积极的策略 可以去采取 这本有字天书 该怎么解读 如果受检者开始预防 须急避凶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发病 但如果报告一切正常 受检者开始糟蹋身体 恐怕没人敢担保他拥抱安康 甚至还可能误了终身大事 那将来以后的男女婚前见解 一起可以用所谓的基因检验 那我还研出说 男方有失智症 女方有乳癌基因 或肺癌基因的话 那双方要不要结婚呢 可以再考虑一下 基因检测应用广 未来结婚前 可能不止每合八字 透过基因比对 有什么缺陷 通通全都录 却也可能衍生出 医学伦理问题 但基因检测 不只应用在预防 更可以提供生病的患者 更精准的个人化医疗 我们是希望说 能够很精准的 告诉医生跟病人说 那如果说我今天的 体内的癌细胞的基因的表现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可能我是必须要做的 虽然它有副作用 可是相对来讲 如果说我的基因表现 是另外一个状况 那可能这类的人 病人的话 医生他是可以考虑 只要给荷尔蒙治疗 而不需要给额外的化疗 根据DNA对症下药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 医疗资源浪费 但光做一次基因检测 药价数万元到十几万不等 光在治疗前 就要花这么多钱 恐怕不是每个人 都能负担得起 每个人身上都有或多或少 还是不完美的基因 所以这种基因科技 如果随便滥用的话 大家好像照妖精照来照去 其实这个呢 算一方面有健康管理的好处 或说风险管理的好处 可是有时候 引发人际关系不必要困扰 这是将来可能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基因检测提供更深入的 身体健康资讯 姑且不论精准度 但就像算命一样 要不要把一生健康 贪在面前 预知死亡济世 是喜是忧 就看你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